南韓纵横K-POP演艺圈30年的DSP娱乐 打造出水晶男孩 FinKLSS501 Terra与Rainbow等亚洲知名偶像团体 但近年经营美矿域下 最新消息是打造出特色女团MAMAMU的ORBW公司 确定将她们买入并购旗下 根据投资银行资料 ORBW预计买进DSP娱乐51%以上的股份 DSP将会并入成为ORBW的另外一个子公司 而这不是ORBW第一个并购动作 去年就收购了另一经纪公司WM娱乐 对方旗下的艺人包含B.E.A.S.O.M.I.G.R. O.N.F.以及E.S.星号One出身的理睬眼 DSP娱乐纵横K-POP Cara 性感美女团Rainbow都是其招牌 不过2010年后迅速殒落 男团A.Jax并没有做起来 目前也已经解散 新生代女团April虽想复制Kara成功模式 近年却陷入了霸凌遗云 活动已经停摆一年半 滚声团体Kara虽然风格独特吸引了不少海外粉丝 也已经有两年没有正式回归 R.B.W.娱乐 2010年由前MusicQ李氏 金正宇与知名作曲家金杜勋设立 代表艺人有Mama Mu One Os 据报道R.B.W.收购DSP是 看准对方拥有K-POP 30年历史大量音乐和艺人IP 目前在音乐市场上可以发行的音乐IP就超过1000个 R.B.W.计划透过收购DSP在音乐IP领域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